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愿意跟他讲一点这个小说的marriage 还有他的背景的部分 对 我想要先讲的是说 作为我们如果现在想的是傲慢与偏见的文类的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会说它是一个写实小说 因为相对于当时的所谓的哥德式的小说 傲慢与偏见是算是非常写实的 但是它里面呢 它也不是当时的所谓的romance 不是所谓的那种浪漫的那种小说 因为它里面它讲的又是其实是有蛮多的 它既不属于当时的哥德式小说 也不属于当时的浪漫小说 你要很严格来讲的话 应该算是一个写实的小说 可是事实上它描写的又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 我们不能讲理想化的世界 可是它都有非常理想化的结果 因为到最后每一个人都得到他想要的 就是Jane跟宾里结婚 然后就连Charlotte也可以跟那个当牧师的那个Mr.Collins结婚 然后Elizabeth当然是跟Darcy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大结局 那这个理想化的世界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看所谓的这个写实 它并不是只有单纯去反映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制度 或者一个状况 我从刚刚一直到现在想要强调 就是说我觉得Jane Olsen她本身有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期许 她写在她的小说里面 就是她希望这是有制度的一个社会 而且是一个非常的有hierarchical的社会 事实上 但是这个hierarchical的社会里面 又有一些不同的她的一个理念在 我们如果来看所有这个小说里面的人物 里面呢最高的就是那个Lady de Burr 对 那个她是社会阶级位置最高的 然后再来就是Darcy跟宾利 他们还有Mr. Bennett也是 他们是属于所谓的landed gentry 就是有土地的那种士生 再来呢就是有一些professionals 就是一些职业人士 包括像牧师啊 律师啊 对军人啊 然后就是说或是说生意人 但是生意人比如说像宾利 我觉得可能她应该算是生意人吧 就是她也是做的就是家里就是财产 也是几乎是万贯这样子 那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下呢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大同世界里面 那个叫什么男尽其职女尽其分 那我觉得这是Jane Austen她所要提倡的那样子的一个社会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Jane Austen的六本重要的长篇小说里面 每一本小说的主角都是女的 所以很明显的是在讲 就是有点是在define这个妇女在社会上的角色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那这一点呢也就呼应到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 在这个部分她跟1790年初起的比如说Mary Wustoncraft 她所讲出来的那样的一个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Mary Wustoncraft里面她会强调的是男女不平等 女性有很多的权利是没有的 可是在Jane Austen里面你看不到这种男女角色的冲突 因为一切都是一片和谐 这就是她所要提倡的这样的一个older society 可是那个当时在跟Elizabeth求婚的时候 她不是说她好像觉得她自己降低她的身份才去跟她求婚吗 对那是因为Elizabeth Bennett她的亲戚 因为她的low connection的问题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要讲到的 就是在那个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 其实有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也是在后来的persuasion里面会看得更清楚的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有制度有秩序的一个社会里面 其实她的那个社会的道德观念 也是逐渐的在转变 就是说在更早之前你会觉得说 inheritance是最重要的 你的social status就从你的inheritance来 你的家人是什么 你的家人是贵族或者是landed daintry 或者说想的那个社会地位就不一样 但是一直到比如说像persuasion里面 它逐渐越来越强调的就是personal merits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转变是在于从一个所谓的遗产的 是靠你的家业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家族的这种声望 的社会逐渐的在转移到是依靠个人的魅力 或者是个人的优点 念书阅读 对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 对所以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low connection 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在那个一个转变的过程 就是说最后的一个结论 我们如果要讲是她所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她所做的结论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拿两个女生来做比较 第一个就是Elizabeth 第二个就是Miss Anne de Burr 然后还有一个危险是她的家整个家族都会蒙羞 然后她们可能可能所有的五个女生都嫁不出去 可是事实上最后的结论是这个样子 所以也是在标志社会价值观上面的一个转变 其实我后来越来越喜欢的一段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 Elizabeth她在拒绝了Darcy的求婚之后 Darcy写了一封信给她 然后解释了她的所作所为的原因 然后Elizabeth就开始逐渐的在抛弃她的偏见 那我最喜欢的那一段就是 她到Darcy的那个Estate 到她的那个家里面去 然后在那边爱上了Darcy 我现在不晓得原文里面有没有这样讲 但是至少在BBC的那个Drama里面 她很明显的是讲说 她很开玩笑的讲说 I fall in love with his estate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情节 你可以讲说Elizabeth开玩笑 其实上她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一面在 我很想把它看成是一个象征的东西 那个象征性就是Darcy她的家就是她自己 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这个symbol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Elizabeth她不是面对Darcy 她现在是面对那样的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或者是说那个庄园 那个庄园本身其实是Darcy 她平常不会表现出来潜在的个性的部分 那个庄园是我们可以讲几个字 是说她是永远欢迎你的 然后她是打开大门让你进来参观的 是跟Darcy不一样的 但是那是Darcy的另外一面 是Darcy对于熟人她才会这样子做 可是Elizabeth她去的时候 她看到了Darcy的那一面 这是第一点 就是她的象征她的个性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Elizabeth她所看到的 我觉得不是钱 也不是那样一个庄园 我觉得她看到的是一个 Darcy她慷慨的一面 她是一个地主 她是一个这样大地主士生的那一面 她的慷慨的那一面 还有她看到的是一个秩序 就是那个庄园是有秩序的 而且是一个被管理的非常好的 然后她看到她的仁慈 就是她对于 仆人 她周遭的人 对于她的仆人 对于她的妹妹 所以她看她的 兄妹的感情 她就是刚开始 她碰到Elizabeth 不小心碰到她的时候 她问Elizabeth一句话 说You approve of it 就是她问说你对我这个房子还可以吗 可以接受吗 是不是这样子 对 那最后一点要讲 就是说另外那个是在我们刚刚讲的议题很重要 就是所谓社会秩序的问题 因为Darcy她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大家长 那我觉得这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当时的那个年代 乔治三世是一个后来发疯的国王 然后她的儿子摄政王又是一个非常的 可以叫淫乱吗 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家长在那边主宰这个英国的一个社会 可是她呈现出来的Darcy是一个非常的有责任感的 这样子一个大家长 然后其实在小说里面 她又有另外的一个对比的角色 那个角色就是Mr.Bennett 就是Elizabeth她的爸爸 这个爸爸她其实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在小说的一刚开始 第一个她不负责任 她做了一个非常让整个小说蒙上阴影的那样的一个决定 也就是她去签了一个所谓长子继承犬的东西 就是其实长子继承犬并不是强迫的 但是她的爸爸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结果她一连串生了五个通通都是女的 所以她必须要把她 其实Mr.Bennett她并不是一个没有钱的人 她是一个有钱的人 她有土地 然后她有仆人 你如果去看她对于他们家里的描述 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有钱的人家 可是问题是这些钱传不到她的女儿 就是因为她所做的那样的一个决定 但是她自己又没有危机意识 就是她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她并没有想办法要帮她的女儿安排后路 她也没有想到说我要去培养我的女儿 能够让他们在所谓的婚姻市场上面 能够至少可以有好的归宿 所以她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她太过民主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比 当然也是一样故事小说结局 也是告诉我们说 Jen Austin她本身的态度是什么 她所要提倡的就是那个大家族 大家长责任的问题 最后面Mr.Bennett她就有一个觉悟 因为Lydia她的那个私奔 让她吓到了 就是有所领悟这样 所以她到最后也逐渐就变成一个 有责任感的一个大家长 所以她就开始专心的可以去培养她的女儿 让她们至少能够有那种很优雅的一个教养 然后所以她们到最后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景 可以嫁个好丈夫那样的一个前景 那么这两个小链 我贴过了一番好 觉得绿色都不要紧呆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